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洲 南美 大洋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综合实力国内通行业领先 我们刚开始选择的是国产垂直线 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感觉它的效率还有精度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后来我们接触到迪沙垂直线 在14年构进了一台第三 经过使用之后 感觉它的精度还有效率都要远远高于国产垂直线 比如说在精度低 第三的精度在0.1毫米内 而国产的最大也就是0.3 在生产效率方面 国产的在240到250行左右 而第三能够达到350行以上 手工造型主要的缺点就是啥 人员劳动密集型 人力的成本比较高 生产效率低 自从咱们构进迪沙的垂直线之后 咱们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而且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 主要是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我们建枝的管件 这个是以质量好 来承诺于市场 我们敢说 我们建枝的管件 不管是马钢管件 还有沟槽管件 质量在国内是最好的 我们在选择设备上 也要选择最好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低沙的垂直线 感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